至今为止,香港的社会动荡未见解决迹象,政府引紧急法通过禁蒙面法,期望相关立法能换取时间让双方冷静解决问题。 可若然政府未能正视问题消除社会怨气,换来强制打压反对声音的感觉,只怕阻得一时而矣,还为政府动不动引用紧急法立下先例,野来更多不必要的猜想,到底如何才能利用社会上已有的机制,来协调警民沟通,改善执法,港府如何才能改进施政, Signal消据,真正达到止步制乱,让大家可以重返议会和平理性尋求共识,实乃当务之急,毕竟继续律庞相争,只有愚人得利,8月份新加坡的外币存款与香港的港元存款数据此起彼落,就是一个例证,无论政治争拗结果谁是谁非,结果是香港人皆输,其实,贸易战下,经济进入下行周期并不是最可怕, 因香港人有的事仍难而想的拍力和灵活变通的头脑,反而,更令香港人害怕的,市政局的急速败坏,人才,资金,旅客都客跑了,令香港经济元气大伤, 那就真是有排都医不回好,失去的优势亦可能一去不复返,作为香港人,目前仍然有层自住留,有份工,有投资,但又未至于有条件立即扮移民的, 都在盘算到底恶劣局势持续下去,有什么可以保住资产安全,其原则实不离三个字,就是多元化,首先, 若然资金是多于法例存款保障上限的50万元,稳阵起见,将资金分散存放于本地及离岸银行户口, 可减低单一市场的系统性风险,其次是多元化的货币和产品投资, 除了港元资产外,还可增持黄金及外币资产,此外,在股票投资方面,建议认真考虑投资不同市场的股票, 即除了港股之外,还可投资海外股票,反正不带不买,从具流动性的优质股入手, 便相持有海外资产,眼见如今香港市面萧条,数月后的新年,大家将怎样过, 不者都想象不到,造成今日的局面,一个同前不会响,道理就是这么简单, 总希望在现行制度下,中央政府能让香港管治班子选言任能, 为港府施政开创新局面,重见官民互信,继续你有你讲, 我有我讲,非理性地互相否定,只怕香港的苦日子难见尽头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